大家好 这是我们学习如何使用 CheckGBT和ClipChamp 来制作YouTube影片的第二步 首先我们copy第一段我们要录的语音 然后我们到ClipChamp 选择text to speech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段 第一段我们要录的 我们把它copy起来 copy下来 然后我们到 第二个步骤去打开ClipChamp 我们来到ClipChamp以后呢 我们因为要录音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text to speech 选这个 来准备我们的录音 然后同样的 下面我们还是同样是选text to speech 然后把我们刚才copy的那段文字呢 把它放在这个框框里面 然后开始来选择我们要的语言 我们是要中文繁体 所以是在上面 这一个 然后声音 声音我们可以去看 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去试着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 那基本因为我今天录的是一个小猪的故事 所以我选择这个云泽 那同样在这里面 我觉得它有时候会让你去选它的情绪 或者说用它的音调的高低 那Pitch里面有这些Low Medium High 我们用它Default 或是选择Medium都可以 那今天我用Default 那Paste是它的速度 你可以速度慢一点或速度快一点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 你也可以试听一下 在Preview你可以试听一下 觉得可以的话就把它Save起来 这鼓完了以后 你要把它导出 我们到Explot Dimension 这个1080P High Quality的 我们把它导出 导出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旁边 写我们要导出到哪一个档案里面 那 因为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语音 我想跟我的第一个photo相对应 所以我给它的名字呢 就叫P1 然后它的Folder呢 存在我的 Test Top上面 然后我找出我要的是 这个三只小猪的影片 然后我要存在这个里面的语音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按这个圈圈 选择我要存在我的语音里面 然后选出来 就这样 那记得它完了以后 我就把它Send Send 就会把它存到我的语音档案里面 第一个语音录完 我们先回到来 copy第二段语音 我们把这一段highlight起来 然后把它copy 放在copy里面 然后我们就回去 回到Clipchamp来录音 好的 我们现在来录第二段 我们回到Clipchamp 先按这个 Keep editing 回到我们录音的地方 刚才我们录过的第一段话在这里 我们先把它delete掉 不然待会儿会有叠音 好几个声音在这里 同样的我们按text to speech 把我们第二段的文字 把它输入在这个text的框框里 然后我们同样的save 那我们刚才选过的语言跟声音 云的声音都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就尽量保留 选择同样的人的声音会比较好 然后这一次再把它输出 那这一次我们是要放在p2 这一次我的是录的是第二段 所以p2 那我的folder呢 还是放在我的语音里面 所以我选我的三只小猪故事的语音 那记得要按这个圈圈 按这个圈圈 然后select 最后呢我把它按send 这样我们这个录制第二段语音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再copy 第三段keep editing 同样的把它save下来 再到这个地方把它选择你的名字 把它save起来 所以怎么录 在clip录制语音就是这样子 你如果看不懂的话 再回去看看前面两个我们是怎么做的 我们把我们录好的语音全部存档 那刚才我们下载的时候 这些语音呢它的名字 后面跟着很多数目字 还有dash 像这些我们可以把它删除掉 那在我们做完影片以后 我们这些语音跟我们原来做好的图片呢 我们要一对一相对称来做影片 所以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用clipchamp 录制语音的影片 接下来的影片的第三步是教导我们使用clipchamp上传语音 图片和音乐制作影片 请点击屏幕左下角的影片缩图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